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保证这是小菜一碟 让他再也不闹事了 谈看您 这事你要办妥了 你可以官复颜值 让你连升三级 谢皇上 您就放心吧 凭我这三寸不烂之身 保证把这事件办成 皇上 你就放心吧 那这就听你的好信了 好嘞 皇上 臣告退 红尘姑娘 师爷 你不是走了吗 我可没在你的饭 皇上来了 另外皇上让阿贵当儿妇 你知道吗 我明白了 皇上来了 阿贵的儿妇就当定了 所以你也就不走了 对吧 跟着儿妇走是什么全都有 你的鼻子还挺灵的 哪有肉腕的跑 是 但是你的鼻子就不灵了 当然了 我又不是狗 好好好 你说你 你傻不傻 放着将军夫人不做 你在你 不是将军夫人 是将军小妾而已 你管她大妾小妾 只要当上将军夫人就一步登天 是吧 虽然说我红尘是一级平民女子 但是呢 要嫁我就嫁得正大光明 我才不当人家小老婆呢 什么小老婆 你听我是 让你让 好好好 红丑姑娘 红丑 红丑 你听我说 哎呀 你看 我说你吧 你就不听 哎 这多格格嫁给了阿贵 阿贵就是儿妇 你呢 再嫁给阿贵当小老婆 不管怎么说 你也是皇亲国戚啊 皇亲国戚 对呀 那要是依着你 你当阿贵的大老婆 那多格格怎么会嫁给阿贵 阿贵怎么会当上儿妇 你嫁了半天嫁了一介草民 一介草民才好呢 两公婆不分大小最好了 你说我苦苦婆心我为了谁 你怎么就不开窍呢 是吧 那个一介草民的大老婆 都赶不上儿妇小老婆 小麦角枝盖里的会儿 可至少呢 我不用看大老婆的脸色 我可以开开心心自由自在的 那是千金万金都买不来的 你刚才说千金万金 这世界上哪有不爱银子的 是不是 我要的是一个男人 又不是半个 那阿贵怎么是半个男人呢 那我嫁给他当小老婆 不就分到半个 还是少得一半 你说你 这能行吗 这能行吗 见过皇上 有消息了吗 我 他那个 我 谢皇上 我再去一次 你怎么又来了 我告诉你同大年 别烦我 要我嫁 我就要当大的 对对对 好好好 行行行 其实阿贵欠你一个大人情 他应该娶你当大老婆的 他这个人呢 就是有情有义 对 有情有义 哎呀 这样一来呢 咱们就让他不娶多哥哥 我想多哥哥 也不会嫁给他当小老婆啊 对 这样呢 就等于拒绝了皇上的赐婚 对吧 他就等于抗旨不尊 最后会被杀头的 咱们 讲骨气讲知气 咱管他断不断气 我根本没想那么多啊 你当然没想那么多 你个富道人家 啊 头发长见尺短 你以为杀了阿贵 就没事了吗 我 阿贵是什么人 阿贵是我们国家的 长生将军 没有了他 那外敌要是入侵 就得让别人去打 打不过 那百姓遭殃 国家灭亡 你是什么人 你是千古罪人 那怎么办呢 师爷 怎么办 我不知道 怎么办 你不是爱上大谷吗 是吧 大谷词里说的好 是吧 西施为了救越国 委屈的嫁给了吴王 你呢 没让你受委屈 就让你嫁给阿贵 当一个二老婆 你看你 你太自私了 你就是一个自私的人 你根本不是人 你离我远点 我不想理你 那我就是不想当小老婆吗 还不行啊 还不行啊 我告诉你 红丑 让你当阿贵的小老婆 那是皇上说的 如果你要抗制不遵 那就要杀头 那我不嫁行不行啊 大大小的我都不当 总可以吧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我去当尼姑啊 我让阿贵开开心心的去取多格格 安心救她的恶妇 皇上姑娘 你是一个 顾大体十大菊的女人 不 你简直就不是女人 你是一个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别动 你就这个姿势 让我来拜一拜 别动啊 观世音菩萨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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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了 启禀皇上 那红丑一开始死活不肯 我都没希望了 正要拜下朕来 我看见皇上给我一个首饰 三 那又怎么样 三顾茅庐嘛 我知道 我鼓起三味真火 以三顾茅庐的精神 我三番五次 三令五身 我教他三三得九 让他三从四得 我反反复复复告诉他 最后大老费也不当了 小老费也不当了 当然了 这一切都是皇上 那个三字带来的神奇 万世 好 阿贵 明天就安排人手 把将军府拯救一心 准备迎娶多哥哥 皇上 我没钱哪 这钱呢 从你的心风里的够 我 我刚被搁置 一文心风都没有 你当然有心风啊 你现在是军机处 学机请走了 我当文官了 皇上 那我呢 那你也得出钱 我 我出钱 不是 我 什么 三饭茶 三饭饭 三股茅庐 什么呀 是连生三急的事 多哥哥嫁过来的那一天 你这四品棺材的上任 行啊 你明天就准备上任吧 公送皇上 谢谢皇上 都收拾好了 嗯 来 这个 是我给你做的衣服 试试看 合不合适 谢谢 我们找我吧 别动 你真的要回家 不回家去哪儿 真的去你不安啊 其实我是说 杨怀明 他人不错 还有你告诉我 我从小跟他玩到大 我是说 他比我强 只说大力思思文文 不像我 兔包子一个笨手笨脚 什么都不对 白白说 紧不紧 你 刚好 还说没事 我一看你就有事 平时你的活动乱跳的 但是今天你 跟你丢了魂一样 我知道这 这都怪我 不怪你 要怪 就怪命好了 你这么说 这么说我更难受 好好当你的罗父 记着 人家是格格 是金枝玉叶 你跟以前对我似的 那么粗制大力 宗主 贵宗 报告 你以后有空 你可以 常来将孕府坐坐 格格在这儿 我来干什么 嗯 我去找你啊 你来看我的话 要怎么跟格格交代 我就直接跟他说 我去听你的大口说 你别来找我行不行啊 我还有佳人呢 我不能去看你 你又不能来找我 以后怎么办 你可以当做 至少没红手这个人啊 大哥 阿贵已经进了军机处了 好啊 还好 我这都快哭了我 何林啊 让阿贵去军机处学习行走啊 这是注定的 现在呢 你抢先提出来 一来正中皇上下怀 二来显示出你的胸襟 这叫借花献佛 可我看不出这对我有什么好处 这花怎么借得我这么别扭 别扭什么呀 借花献佛这招使了 下一招 得是借刀杀人了 借谁的刀 贝勒爷 不要 放点 姐 你们干什么 我不是要挑紧 我想把湿衣服拿去晾一下 走 走 好了 活干完了 我也该走了 走啊 你要走到哪里去啊 我应该回家了 我们都希望你是将军的夫人 小乐 我们不想多哥哥嫁进来 是啊 多哥哥没选和林 选的是将军 我们不想多哥哥嫁进来 也算是有情人 我应该成全他 空头姐姐 那 唐大年说得对 如果将军娶了多哥哥 皇上会更器重他 大清朝也少不了将军 我更应该成全他们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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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 人呢 追 救命啊 你们走那边 追 那边 快点 注意爱卿 阿贵是武将 朕安排他 到军机处任学习行走 就是为了让他掌掌见识 开阔眼界 诸位 要对他多多关照啊 皇上不用吩咐 我们早就久仰将军大名 一定尽量帮他 是啊是啊是啊 文武之道一章一迟 文武之道一章一迟 阿贵 你看 大家对你都很热情嘛 你还有什么担心啊 皇上 说真的来之前呢 我还真担心 现在 我就放心了 好 你们忙吧 这还有事 恭送万岁 恭送万岁 来 大家做事挺积极的嘛 好 这位大人 请问我需要做些什么 谢大人 大人 请问我要做些什么呢 谢大人 大人 请问我要做些什么呢 谢大人 对 追 跑了 这边 那边 救命啊 这几个臭残废 反贼作乱 格杀勿论 谁抓了红丑 我给他文银百两 杀 大人请问我需要做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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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您隔壁没人了 反正皇上封你什么官啊 军机处学习行走 学习行走 那就是学习行走 你行走起来就是了 行走也要学习圣旨如山 这我就不知道咯 谢大人 快 红丑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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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又回来了 你这说话不算数 我说你不能死缠着阿贵吧 谁说我缠着他呀 是贝勒爷的人缠着我不放 贝勒爷 你这不是胡说吗 我进进出出多少烫了 也没人拦着我呀 那你一出去怎么就被抓了呢 他们专门在门外等着我嘛 有什么办法 我看我这辈子别想出大门了 不行 来来来 你过来 这什么意思 你 你不出门是绝对不行的 你要不出门 那多哥哥就进不了门 你又说不想当小老婆 那你留在这儿算什么呢 算什么 你说我算什么呀 你们把我抢进来的 又要赶我走 那贝勒整天在外面等着我 我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 你说我该怎么办 红丑姐 你就待在这儿吧 一年半载 没问题 什么 你说什么 快往后点 你别动 红丑姑娘 你既然宣称不嫁给阿贵 你又留在将军府 这名不正言不顺 身份惹人非议 什么惹人非议 还不是你自己在那里胡说八道的 好好好 就算我胡说八道 总之你留在将军府 那就是给将军添麻烦 外面也风言风语 这要是传到皇太后那儿 皇太后要是发了火 那将军的额父的身材就没了 我这连生三级也泡汤了 你怎么就想了自己 多哥哥不嫁才好 将军就去红丑姐 对 对个屁 就算多哥哥不嫁进来 这件事闹大了 对将军也没什么好处 吃不了兜着走 你们想害他 行 行了 说来说去的 你到底想我怎么办吗 我看既然贝勒爷那么喜欢你 这不如 不如嫁给他是吗 我听说贝勒爷尚未娶妻 你嫁过去就是大夫人 唐大年 竹语出得不错 不过说的也是 你嫁给了贝勒爷 是吧 多哥哥嫁给了阿贵 这两边都是大老婆 阿贵娶了多哥哥 那就是额父 我就连生三级 你们也都跟着鸡犬上天 黄章姑娘 怎么样 考虑 别考虑 要短了 活该 活该 拉我一把 拉我一把 皇上驾到 皇上 皇上 阿贵你在这干什么呢 在走路 谁叫你在这走路啊 皇上不是让我来军机处去行走吗 军行走就是走路啊 你就这么走了半天哪 对啊 刚开始说真的了 还真不服气 他后来在想皇上 为什么要我来军机处去行走 走了那一大半天 我才发现皇上 真是用病如神哪 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用病如神啊 真是不走不知道 一走吓一跳 才知道军机处有这么多的毛病 你又发现什么毛病了 皇上 请随我来 皇上 皇上 这位大人可厉害了 他整个下午忙死了 他什么都没干 都在睡觉 你胡说 我明明在这批了好多奏折了 你又不识字 你怎么知道人家什么都没干呢 皇上 这本奏折呢 这上面有个墨枝叶 我来的时候就看到了 这经过了整个下午呢 这墨枝叶还在 这就证明呢 这么多奏折一动没动 这是刚刚看完 刚刚放在上面的 这位大人哪 刚刚整个下午睡觉的时候 一直流口水 这袖子还湿着呢 奴才 奴才 奴才有罪 奴才该死 阿贵 你好眼力啊 皇上 还有呢 这个大人可厉害了 他整个下午呢 看的不是这本 看的是这本 奴才该死啊 好数啊 金平梅 就是选错了地方 皇上 这两位大人哪 他们很忙 他们看了很多的奏折 但是 却有些怪事 君记处有什么怪事了 他们很认真的看 看了很多本 但是有几本呢 没看的 就扔到旁边了 奏折怎么可以随便扔呢 这两位大人也是这么做 而且啊 也是没看 就丢到 这儿了 万岁 所有这些奏本 全都是参奏 崇泰贝勒的 嗯 参奏崇泰贝勒的 参奏崇泰贝勒的 为什么不处理呢 凡是参奏崇泰贝勒的奏折 都在太后圣诞之后再处理 但是皇上 这百姓不能等啊 阿贵 你在军机处学习行走 干得很不错 时间不早了 回去休息吧 皇上 这奏本我可以拿回去 学习学习吗 你又不识字 你学习什么呀 我可以请师爷教我呀 学任字的时候呢 顺便 学一下他们怎么写文章 这些都是 各地大臣呈上来的折子 里面有 政务军务 税务农务 灾情民情 好好学习吧 祝你早日成为军机处行走 皇上 这些奏本我可以随便拿吗 拿着吧拿着吧随便 谢皇上 冲太贝勒 亲 唯我皇太后七十寿担 禁举龙仪 然 总督办冲太贝勒强迫地方摊派层颁布图探黎民 听听听听 你这样读我还是青蛙跳水一点听不懂 那怎么办 那这样 你把里面重点的意思告诉我就好了 重点抓重点 说白话 对对对 好好好 这是尊华之舟离鼎上的作本 他说 这个贝勒爷啊 到了尊华之后 尊华刚刚遭受了重灾 他就借太后七十大寿之名 强取豪夺 百姓苦不堪言啊 这混蛋 叫我百姓的屁啊 来来下来下来 好好好 这下一块是景州之府五境上的作本 说贝勒爷到了成德之后 他呀 是强收千秋税 把救灾的粮食全给扣下了 这个黄八蛋 这连灾民的皮要剥啊 下一块 好 这下一块 是景州之府五境上的作本 我来看看啊 这上面说 说贝勒爷到了景州之后 把人家盐上的祖坟都给刨了 把你们陪葬的金银财宝全都夺走 要献给皇太后过生日 死人的皮也要剥啊 这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这阿虎们 你这十年了 对不起 来来来 下来下来 还继续 还继续啊 何大人 禀报贝勒爷 何林求见 是大人 啊 下一本下一本 下一本 天哪 这真是啊 啊下一本 下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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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地震了地震了 快看了将军啊 快看怎么办 地震 你怎么能睡觉呢 我叫你读奏本 啊 将军 我读了一夜的奏本了 实在不行了 能不能让我睡会儿啊 我跟你说啊 这些奏本今天晚上我要全部全部看完 明天去金银处才有机会告讨贝勒 所以你不能睡觉 来继续 我 哎呀这么多我根本看不进去看不进去啊 将军 我说这样不行 能不能让小乐来替我读啊 他们几个加起来认识的字还没有我 我读啊 要他们读这种文绍绍的作本 读不来的 哎呀 来 给 根本看不清楚 睡眠不足 视力不足 你怎么让我读 我来读吧 红丑姑娘 红丑姑娘 师爷 你去歇会儿吧 我来读就好了 你看看人家 不但人长得漂亮 而且心地如此善良 还好 你赶快去睡会儿 来吧 红丑姑娘 谢谢你啊 你真的帮我一个大忙 你为百姓除害 我才应该要谢谢你 开始吧 谢谢 这个是 玉田县县令马大人的折子 他把参贝勒爷所有的奏本 全都给拿走了 这小子 真是欺人太甚了 前面 他抢了您的红筹 这会儿 又把所有参贝勒爷的奏本 都给拿走了 我看这个阿贵 是真想在太岁头上动土啊 王八蛋 我带人再去打将军府 贝勒爷已经打过一次了 但不是无功而返吗 这次我调火炮来 贝勒爷 您上次打将军府 正好赶上阿贵被革职 只不过是一介草民 您怎么打都没事 可是 这一次 对方是军机处得要远呢 而且 他又是额父 如果你再攻打将军府 那就要触犯天条了 王八蛋 我饶不了他 三十六计 有一计 唯为旧赵 唯为旧赵 我为谁 洪酬他爹 好 好 洪酬啊 天都亮了 你先歇歇 我去弄杯茶给你 不用了 最后一把蓝念完他 好 他那年都撑不住了 你怎么跟没事一样 你只要是告贝勒爷 我就觉得浑身都是劲 谢谢 这最后这奏本谁写的 这是内务府杨怀明的本 他说什么 他说我们大清皇宫里面有个神墓场 里面存放着的巨墓 是明朝永乐皇帝留下来的 顺治 康熙 雍正 三朝先帝都不忍心动用 妥善地保存 可是贝勒爷呢 却要用这些神墓 为太后建造报恩殿 所以他上述反对 没想到这个杨怀明 他也是条汉子 黄兄 妹子 你是哥哥 举止得有礼仪 怎么都那么乱跑乱跳的 今天一天您都转着弯着退来退去的 真怎么转着弯着退来退去 我的婚事 你的婚事不是已经定了阿贵了吗 嘴上说定了 也没见黄兄有什么行动 你想要什么行动 南方要纳采 纳采 纳采得找青天剑 选一个量身即日 我已经问过青天剑了 明天就是量身即日 太快了吧 快 一点都不快 正好 哥哥 你怎么这么厚脸皮 我是怕阿贵先取了红朝 不会 君武戏言 阿贵他没那么大胆子 可是红朝他住在将军府里面 这孤男寡女 干柴烈火 要发生点什么事情 那 嗯 明天大财 没有便宜 那我们乾坏毁 一肚思路 湯公这子 明天 水 众三 众三 文笔精彩是掷地有生 惊天地 弃鬼神 好好好 来来来 让我瞧瞧 这写得太好了 你有不认识字 哪知道写得好不好 你看 这墨够黑啊 墨黑就是好啊 你看这每一个字 到龙京湖猛 就像精兵两将准备要上战场打仗一样 将军 这张状子正能告导贝勒爷吗 放心吧 我写的状子 黑的能说成白的 死人能说活喽 何况贝勒爷还真有那么多罪状 他呀 死定了 将军 快去吧 好 真棒 高贝勒 连个复都办都不给我 我这一壶够你喝的 将军 将军 背马 将军 等一下 你的帽子 来 高羽状呢 要领直气壮 像模像样的 我送你啊 谢谢 还有 干什么呢 我们是内务府派来的 内务府 嗯 我跟他们没打过交道 我们是给阿贵俄夫来修缮房子的 修缮房子啊 这个我在行 你们想怎么秀告诉我 哎呀 姑娘 这事儿得我们主师大人说了算 那你们大人是 那位就是 怀民哥 怀民哥 我将军府的水 我逆滴也不沾 看什么看 干活儿 这是无人的牛脾气 将军 你别见怪 我 我抢了抢了她老婆 她还来帮我修房子 来 红仇 你一定要多煮点好吃的 招待他们 好 你放心吧 马来了 去京区处吧 好 贝勒爷 我犯了什么法 你没犯法 你女儿犯了法 红仇也没犯法 她恶毒攻击本贝勒 这算不算滔天大罪啊 红仇只是道出了事实 我是太后庆典总督办 谁攻击我就是攻击太后 就是欺君犯上 天下哪有这样的王法 王法 王法就是我家法 我说谁有罪 谁就有罪 你 贝勒爷 你到底想怎么样 红仇现在一直躲在将军府里 这么着吧 你给他写封信 让他到这儿来跟我当面谈一谈 我不写 不写 我杀了你 你杀吧 我娄三愿待女儿一死 这贝勒爷最恶一箩筐 我全部都把他抄在状纸上 怎么样 写得好不好 好啊 写得好 真是用笔如刀啊 慢慢看 这状子真能告到贝勒爷 铁正如山无可辩驳 这一定能告到贝勒爷 你们还愣着干嘛 还不赶快去抓人 这一件事 你们全都不会说话变哑巴了 阿贵将军 你忘了 皇上交代过 有关贝勒爷的事 都得等太后受担过后才处理 太后受担过后 那老百姓还要被剥多少层皮 亡命不能为 我看咱们还是干齐的事 其他的事要紧 是 是 是 走走走 你们这群胆小鬼 你们全怕贝勒是不是 将军 你跟我们发伙没用 就是 有本事 你去找皇上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你以为我不敢找皇上 我现在就去 能 谢谢 两位歇会儿 吃点水果 来 谢谢谢谢 怎么样 还行吗 谢谢 你们都小心一点啊 啊 回来 好什么呀 呀 你干嘛老追着我 那你干嘛老躲着我 我不是忙吗 忙什么呀 你是主事大人 动动口就行了 有什么是需要你忙的 找见 快点 你瘦瘦不亲 什么瘦瘦不亲啊 我从小这样掐你到大 现在跟我讲这个 此一时也 彼一时也 你现在是将军夫人了 你我之间啊 就得避嫌 什么将军夫人呢 这事儿黄了 黄了 同仇 什么意思啊 阿贵要娶多格格 我不想当妾 所以决定不嫁他吗 阿贵不去你呢 干嘛 想跟我碰进重园啊 你 不对 你既然已经不嫁给阿贵了 你就不应该住在他府里 你得回家 我怎么出的去啊 那个贝勒 每天让那么多人守在门口 谁出去都没事 就我一出去就要被抓 这个贝勒爷 真是岂有此理 你应该去告他 阿贵就是去告狱状了 他说啊 非收拾这个贝勒不可 阿贵敢告贝勒爷 真汉子也 等到贝勒倒霉了 我也就该回家喽 到时候 你可以让花轿来抬我 老张 你那个门得重新坐一下 皇上你在看什么 在孙子辈里 太后最宠爱的就是 重太贝勒了 是贝勒无法无天 是贝勒无法无天 就算太后再疼爱她 你也要办她 这没说不办 朕只是说 要讲究策略缓办而已 缓办 这太后的寿担还有些日子 贝勒就仗着她总督办的身份 还在无法无天哪 所以朕说缓办 可是为了帮你啊 我看皇上是在帮贝勒吧 如果朕办了贝勒 太后准会生气 太后这一生气 你和多哥哥的婚事怎么办呢 所以朕要抓紧时间 把你和哥哥的婚事办了 当你成了俄夫 咱们再处理贝勒 皇上的好心我明白 可百姓还在受苦啊 阿贵您可不当俄夫 要告到贝勒 太后您看得多好啊 好 朕先撤了贝勒的总督办 太后那边能答应吗 太后那边朕去想办法吧 只要隔了贝勒她的总督办 百姓就会少受痛苦啊 也好 她贝勒做了太多坏事 不能就这样算了 阿贵 剩下的事情 等到太后的受担之后再处理 是 太后的受担是举国大事 一切都得让路 是 既然皇上开了金口 但等太后的受担一挂 就立马提审贝勒 君无戏言 谢万岁 贝勒夫的人又来了 真是兔子儿子 走 这不是我爹的燕带吗 没错 这是楼大叔的 那可糟了 你爹会不会落在贝勒爷的手里了 贝勒爷的人说了 他要红朝姐去换楼大叔 那你还不去啊 红朝 红朝 你不能自投罗网啊 那我不能放在我爹不管了 你不知道 贝勒爷这个人他是个 门 好 贝勒爷跟我爹无冤无仇的 他要的是我 红朝 你不能牺牲自己 人家贝勒爷 人贝勒爷喜欢的是他 我 这干什么 我告他去 你告他 马上就停在门口 人家不见人那边就要动手 他说的没错 那个贝勒什么都干得出来 我现在就走 红朝 要不要 等将军回来再说 来不及了 红朝姐别怕 我陪你去 看那个贝勒敢对你怎么样 就你 贝勒爷虎上那么多高手 就你 贝勒爷 我陪姐姐走一趟 谢谢你 小马 我们几个护送红朝姐去贝勒府 好 贝勒爷有力 只准红朝一人上车 你们谁敢离开将军府 娄三就没命 快回来 回来 回来 谁也别动 谁也别动 好 你们都留下吧 我自己去就行了 红朝姐 月里了红尘幻影 难忘你隐隐笑容 昨夜笑楼寻旧梦 剪下情缘任我行 花开花落即重重 江湖儿女也多情 江湖儿女也多情 被金鸣而出张城 只剑青丝沾青风 走此后 游闻人间青龙 卉杀无弦 只愿有 只愿有 Book visualize 门过一生 陶光街云翻行程 扬不尽极朵 我无情 多年后 诗文当年梦初醒 天下情 天下情愿刺耳听 梦中是当不得真 回首看斜阳争农 天下情愿刺耳听 快去救五舟 快去 五舟怎么了 他被贝勒主的人抓走了 快去呀 你放开我 五舟啊 你跑不了 放手 阿贵 狗贝勒 阿贵 你 你 不就是因为崇太太年轻 有人嫉妒他 借谁的头啊 借贝勒的头 杀阿贵 这狗贝勒把老百姓给害惨啊 所以你就想杀了他 不你杀呀 狂八